贯通中西南北 拆解世界格局 国际线 无怨忽解 看透西情 审视度势 审旭辉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五月声音导航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这句是上年年底 内地小学一年级的 爱国主义教育课程的口号 课程学些什么呢? 例如在课堂上 做知识警察游戏 祖国之多少 然后再一起欣赏 经典的爱国歌曲 也有 爱国主题朗读大赛 爱国英雄主题故事比赛 内地的报导就说 这样做 学生的爱国之情 就会游然而生 报导中附上 学生上堂的相 学生都很乖 个个都坐直个身 双手都放在桌面 老师叫同学举手 学生都举手 学生那么乖 报导最后就说 每一个孩子都将为中华之国起 努力做中国之质量 好理想 好理想啊 如果这个爱国课程 上个月头开的话 内地的学生 会不会选择 这个人物故事去说呢? 3月1号 官媒《环球时报》 就发表过一篇名为 The Pride of China Chinese netizens congratulate Chloe Zhao The first Chinese director on winning Golden Globe Awards 2月底呢 导演赵婷就凭着电影 《狼迹天地》就获得 美国金球奖最佳导演奖啊 因为赵婷就是 北京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所以官媒很快以 中国的骄傲来赞她了 不过如果这个爱国课程 是3月中展开的话呢? 学生最好就不要用赵婷 作为讲故事的主人翁了 因为曾经一时的中国骄傲赵婷 因为爆出欲华言论 《环球时报》总编辑 第一时间勇敢站出来说 赵婷出来运 迟早要还 所以外国教育课程的故事大赛 都是选择一些最稳定的人物 例如内地的学生都选了 中南山爷爷 文天祥 花木兰 和岳飞的故事 所以 爱情讲timing 讲时机 似乎爱国都是这样啊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 赫席副教授 沈旭辉 在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的政府自然表现得非常非常非常爱国 也都经常经常经常讲 世界各地都有各自的国安法 也都有各自的国民教育 自然是 但是 其他人又是怎样教的呢 教育局最新公布了八个科目 怎样教导国家安全 内容是非常之精彩的 是我们值得必须去学习 学习完之后 我们值得想的问题是 究竟这种教育 究竟是会令国家更加安全 还是更加不安全呢 对人类 究竟是利多于弊 还是弊多于利呢 先看一下第一科 健康管理与社会关系科 根据这个指引 我们是要教导确保所谓的正确资讯传递 这样才可以去抗疫的 这个说法当然很正确 很好 很好 但是当政府刻意隐瞒资讯 又或者不听一些专家提供的专业资讯的时候 那怎样才叫做爱国呢 怎样才可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国家安全呢 今次的疫情 最初为什么危机会扩大 大家都知道 正正是源自地方政府的隐瞒 揭发的医生 最初反而是获罪 后来隐瞒不了过去 那他反而又被表扬 但是就已经过了身了 那请问这一部分 在健康管理与社会关系科 应该怎样搞呢 强调前那部分 还是后那部分呢 怎样去论证 这个医生的行为 是爱国啊 还是卖国呢 为什么前那刻卖国 后面变了爱国呢 逻辑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独立思考呢 正如香港的医护人员 其实都是看数据说话的人 胡适就说了 有几分证据 讲几分的说话 当时他们罢工要求封关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也提供了其中一种抗疫的方法 那政府不是应该根据数据 去提出自己的见解 而是不断上线上线吗 那怎样才算是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的国家安全呢 国际社会又会怎样看呢 另外物理科 其实都很有国际视野的 就是要认同核安全参观大亚湾核电厂 非常好非常好 但是我们又可以怎样解释 跟学生讲大亚湾核电厂的核废料问题呢 如果这类核废料 比起福岛以外排放的更加严重 如果 那是不是又符合国家安全呢 讲不讲得呢 不讲 还是讲 才是外国的行为呢 如果是符合的 那为什么日本的做法 中国外交部要这么高调批评呢 但是如果不符合的 能源和人类环境的取舍 又怎么计算呢 有次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科这一科 是要分析讲中美贸易冲突 非常好非常好 但是讲到冲突 什么叫冲突呢 那你一只手掌拍不响 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物理现象 一场冲突自然要涵盖双方 要了解一场冲突 我们怎么都要知道双方的观点 正如中国官方的立场是 钓月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 非常好非常好 但是既然是有争议 那么我们 起码都应该了解 日方的观点 才可以驳斥 那我们上课 又可不可以提出 日方的观点呢 如果学生经过独立思考之后 比拼中方和日方的观点 居然发觉日方比较有道理 那他可不可以提出呢 是不是又犯了讲法呢 正如现在 这个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科 要分析中美货义冲突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提出 日方的观点 可不可以客观地说 美国人怎么看这场冲突 是不是这样说 已经违反了国安法呢 但是如果连他们的观点 都不可以提 那么这场冲突 又怎么去解释呢 难道自说自说 就是教育吗 但是如果学生知道了 所有观点之后 加上他自己在其他地方 得出来的资讯 居然得出了个结论 就是说 可能中国才是 破卫国际美业公平规则的一方 如果他这么说 那是上堂的时候 学生违法 给他这么说的老师违法 校长违法 还是教育署违法呢 不知道 那么其实学生 是不是只是需要知道一个内容 无论任何冲突 中国都一定正确 如果是这样 其实有什么需要再教更加细节的内容呢 再跌回去历史的案例 当时纳粹德国 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 当然当时很多德国人 都是不知道的 都是要去到战后的大审判 才知道的 连他们的二号人物 哥林 都声称 是现场 去到一个庄室 才看到原来这么恐怖的 他就这么说 所以这是一个 假设性问题 如果德国学生 纳粹时代 就知道了 存在集中营 根据当时的国民教育 他们是否必须要支持呢 如果不是 又是否犯了德国的国安法呢 接着我们又看看 科技教育科 教导网上不可以散播谣言 非常好非常好 当然网上是不可以散播谣言 但是我们读social science 第一课 就是要讲definition 定义 那我们怎样定义谣言 和假新闻呢 外国记者协会 去信警务署长 请他定义什么叫假新闻 得出的是一种违避 其实 假新闻 主观上 可以什么都说是 但客观上 就是叫和事实不符 在后真相时代 由谁去定义事实呢 721根据警方的定义 请问又是不是谣言呢 如果是的话 全香港的市民 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拉呢 是不是都国安法可以拉呢 环球时报报道的 请问又是不是 一定是真新闻呢 如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环球时报曾经会报假新闻 曾经而已 如果 那分享环球时报 又是不是违反国家安全呢 又叠回来 如果任何国际社会 批评环球时报的 曾经报过的 可能疑似假新闻 这个说法已经是 违反国家安全了 那我们是不是又干脆 将环球时报列造教材就算呢 当政府强调 例如环球时报 都一定是真新闻 那学生又有没有那些 不相信 不分享的权利呢 那其实是不是又是 网上网下 都只能够复述 官方的 清一色的语言 绝有不可呢 沈旭辉 无怨忽界 看透西情 贯通中西南北 拆解世界格局 国际线 无怨忽界 看透西情 审视度势 沈旭辉 5月声音导航 在内地 偶像爱国 是常识吧 在微博在涌 粉丝超过 8200万的偶像组合 TFBOYS成员 2000后的黄元 看完1963年的电影 小兵张架之后 写了一些感受 而官媒人民日报 亦都很罕见地推出他的赞文 秘受关注 那篇文叫做 爱国的少年心 总是相通的 而这套电影 就是国家电影局 3月推出庆祝 国建党八年优秀影片 影展的活动之一 一套电影就是说 抗战时期 河北一个很矮的12岁男孩 为了一部妈妈被杀害之仇 成为了白鲁军小精茶园 想尽办法要拿到一把真枪 而偶像王源看完电影 很有感触地说 我经常都觉得 就算身处不同年代 但外国的少年心 总是相通的 我时常都问自己 如果身处这样的年代 会不会做出 同样的人生选择呢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外国始终是 青春的底色地说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 客席副教授沈旭辉 接着我看看 法学科 法学科要参观香港 或者内地和能源相关的措施 非常好非常好 参观当然应该了 正如我们以前大学的课程 都会带学生去哈萨克的油田参观 但是参观完之后 一定是会有debriefing的 讲一下其实哈萨克的油价是怎样 谁是他们石油外交的赢家 对环境有什么正面负面的影响 他们国内哪个集团 哪个财团 还是总统的家人 在控制石油等等 在这个法学科 参观员和能源有关的设施 那中国能源公司 在国际社会 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一带一路的prose and cons 是怎样 稀土作为中国的资源 重要的战略资源 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 都比中国这么大规模去开采 背后的博弈是怎样 说不说得 知道是违反国家安全 还是不知道才是违反国家安全 又好像中国语文科 学习孔子 但是在文革期间 批林批孔运动的背景 和当时孔庙的下场 又说不说得 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 他们当下面对的问题 和他的identity crisis 又说不说得 岳飞抗金 究竟算不算得上是 看人本位主义 可不可以讨论呢 如果是 与不是 对今日西藏 新疆等等 入边民族主义的影响 逻辑上 究竟是关事 还是不关事 又可不可以讨论呢 占天佑 之所以是中国铁路之父 但是他曾经是接受过 慢乐的美帝教育 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 晚清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之一 一生深深肯定西方文化 非常尊重美国的文化 那这一部分 是不是又要一筆勾销呢 有一次教育局 亦都向全香港学校派发了 一个叫做维护国家安全法读本 入边都有提到不少的国际案例 例如是将2015年 敘利亚三岁幼童 偷渡遇难的一幅很经典的照片 列举出来 并且有以下的描述 这本读本就是说 当时敘利亚伯伯危机 人民长年面对死亡的威胁 政府运作瘫痪 幼童的低剧 应验了中国的古语 覆巢之下 喜有元论 那国家动荡不安 有哪里说得上 个人最基本权利的保障呢 大意就是这样说 这本读本 那我们当然是应该 教敘利亚的战争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通识题目 但是我们也可不可以问一下 究竟这个儿童的悲剧 是怎样造成的呢 首先学生就必须要知道 国家是怎样形成 政权是怎样出现 以敘利亚为例 它的国界只是一战之后 恶图曼帝国瓦解才出现 而且亦都是所谓的 曼恶殖民势力强加于人 这样画出来的 是英法讲素 接着才有了敘利亚这个国家 就算是所谓的敘利亚爱国主义 都是近年才人为建构的 而中国官方所承认的 在这一刻的敘利亚合法政权 就不是西方所承认的敘利亚合法政权 这个政权过去那几十年 都是由阿什德家族独裁管制 那他们有没有民望呢 它是来自国内的少数派 阿拉维派 佔敘利亚人口五足一成 一直都是靠威权主义 镇压不同的反抗 有没有应受 就大家心里有数了 那再说近一点 为什么有这么多高质素的敘利亚难民 医生律师 会计师 专业人士 大学教授 中产精英 都要南亡海外 究竟如何出现这个悲剧呢 杜破线 其实就是阿什德政权 震压反抗的力量 也都不容许真正的选举出现 又用上大量不符合比例的武力 以及用他的警力 军队 结果内战 不断升温 那我们再问 为什么阿什德政权 可以用大杀伤武器 又未能够被国际社会堵截呢 其中一个关键 就是 聯合国安理会 否决了制裁阿什德政权 否决的国家 正正是 叙利亚最重要的盟友 俄罗斯 以及中国 究竟 叙利亚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 是谁的责任呢 根据现在国家安全的定义 是否勉强维持了 阿什德的独裁政权 等这样的政权 继续用 由上而下 高压的方式 维持国家安全 最利亚人的权利 就会得到保障呢 再问到下去 其实我们也必须问一个 国家安全最根本的问题 国家的存在是目标 还是手段呢 我们一直相信 国家是为了人民达到幸福 人民幸福是目标 国家是一个手段 但是如果本末倒置的话 下一代的思想 就会变成了怎样呢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以后我们思想的模式 我们思想的红线 思考的逻辑 和今时今日 我们的香港人 又会有多大不同呢 刚才我们问了 短短十分钟 可能都接近一百个问题了 究竟有没有一个问题 以后上课 是可以讨论的 有没有人 可以答我呢 国际小姐自修时间 有请一毫阶来 国子弃 Hello Hello 大家好 爱有很多种形式 表达对伴侣的爱 可能是陪伴 表达对父母的爱 可能是准时地教家用 用什么方法都好 最主要都是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 那 爱国这回事 国家又是难些感受到的 这个情况就有点像单恋 因为感受不到 所以没有回应 那爱给人看这个环节 就非常之重要了 好像是拍照打卡 他感受不到吗 我就比全世界都感受到我爱他 所以完全不虚无 近年很多中国网民都提供了很多种爱国的方法 不只是说的 爱是要行动的 例如消费 华为手机被定义了做爱国品牌之后 就被大批大批的中国网民追捧 买 爱要表达出来 不过有时爱 都是会被比较的 试问 一个用华为手机的爱国者 和一个用小米手机的爱国者 两个都是国产 哪个爱中国多些 华为 爱国牌子 但其实不是 是小米 因为华为的太子女孟晚舟被人拍到用iPhone 用外国货的老板开的爱国牌子 用了的话 这份爱好像就不够纯洁了 所以说爱这个课题真的很难很难很难 不管怎样 我的梦想是世界和平 谢谢 沈玉飞 无怨忽解 看透世情 感谢 沈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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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hör 美